我国作为人口大国 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09公顷 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保障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始终是我国政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从粮食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 丰延有余 中国政府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进入新世纪 随着人口增加 城镇化推进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粮食需求量呈刚性增长 2004年以来 党中央就解决三农问题 连续发布的16个中央一号文件 均涉及到保障粮食安全内容 我国科技界也一直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粮食生产转化 实现藏粮余地 藏粮余季 中科院院士李振生 一生致力于粮食生产的科技创新 把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 盐碱地是指土壤所含的盐分 影响作物正常生长的土地 盐碱严重的土壤 植物几乎不能生存 中国是盐碱地大国 盐碱荒地和影响耕地的盐碱地总面积超过五亿亩 分布于西北 东北 华北及滨海地区的17个省区 盐碱地面积 世界排名第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黄淮海平原南部粮食总产 近增56亿公斤 李振生率领科研团队长盛前进 转战陆海接壤处的环渤海地区 然而 以往灌溉洗盐和降低地下水的有效方法 在这里却行不通了 盐碱地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因为盐碱地主要分布于北方的半干旱地区 这一地区的淡水资源非常少 如果没有水 盐碱地治理是非常困难的 庆幸的是 这里以地下咸水 危咸水资源丰富 且冬季寒冷 受当地百姓融化海水兵获取淡水的启示 刘晓晶带领他的团队因地治疑 创造了咸水结冰融水入肾技术 在冬季最寒冷的节气 他们将咸水灌入农田 低温令咸水结冰 来年春天 冰点较低的咸水冰首先融化 携带着盐分渗入土壤 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 淡水冰开始融化 淡水在渗透的过程中 将土壤中的盐分带入下层土壤 使地表耕种层的盐分大为降低 随着水 肥 土 种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昔日的盐碱潭变成了如今的米粮仓 我们今年种了4000亩地 按照每亩地增加300块钱的收入来计算的话 总体的增加大概是120万的收入 还是很开心的 加上秋后玉米的收成 一亩地可产粮2000多斤 亩产墩粮 这是持永健的父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老辈子这个地方都是雅家地 什么也不知道 村雅家地 田北亚 孟一 林 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国农业史新的奇迹 如果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创造了提高粮食单产的神话 黄淮海战役和渤海粮藏科技示范工程 则开创了依靠科技创新 破解水土资源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途径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现有农田中三分之二为中低产田 如果将其中一亿亩具有农业发展潜力的延检地进行改造 意味着每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八百亿公斤 能满足两亿人的粮食需求 必将极大增强我国粮食安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我国日增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中推着粮食增产增收 也推动着种植业 巨木业 鱼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 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7.5% 比五年前提高了三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为农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